今日,重返骑士的前锋签名弗莱在自己的播客节目中,谈到了他短暂的胡人生涯。 当被问到此前是否有兴趣回到胡人时,弗莱一番话吐露心声,是,但也不是,一方面我想回去,另一方面他们胡人不想让我,上赛季中途,其实因为革命一世出现了一些问题,所以骑士管理层决定大换血,不仅将为德送回了了热火,还与胡人进行了一个大交易,将小托马斯与弗莱一起打抱到胡人, 换来了小南斯与克拉克森,但是,在胡人仅仅待了半个赛季左右,弗莱为胡人才出场了九场比赛,还没有完全习惯加州的生活,7月初就被胡人交易回了老冬家骑士,因为勒布朗詹姆斯的加盟,导致胡人需要改变之前的打法,所以也就需要交易一些不符合舰队思想的球员,为了听空心进去签约胡人需要的球队拼图, 胡人不需要只会投篮,而不会自主的闻了大个子,所以弗莱就被胡人所淘汰,最终都逗转转了一个赛季,又回到了曾经夺挂的地方,克利弗莱,所以当弗莱在采访时,说到这句话时令人非常心酸, 一名球员转会不仅仅是个人的换队,在场外还有家人,孩子上学等等许多事已要处理,而且更加重要的,对于一个地方的归属感,弗莱也是曾经詹姆斯的好副手,2016年骑士夺冠阵容的重要一员, 倘若可以留在胡人与詹姆斯一起打球,这对弗莱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,所以当弗莱说出那句胡人,不要我实际有失望也有无可奈何,但这就是生意场,没有太多的中秋可言。 但是弗莱回到骑士也不是什么坏事,虽然说詹姆斯已经离开,骑士下才竟很难在有之前的渡冠竞争力,但是弗莱回到骑士有他熟悉的队友,有他熟悉的教练阵容,更重要的,在骑士可以发挥他对于更大的重要性,而不仅仅是在胡人那样,因此也束缚弗莱,毕竟是2016年夺冠的骑士兄弟, 那一支队伍少了任何人骑士都无法夺管,有过这样的精力就足够了,希望弗莱接下来会越来越好。